保鑫宮創建至今約有30多年的歷史 所供奉的慚愧祖師 受到地方上許多民眾的遵從 每年農曆3月16日是祖師爺的聖誕 信眾們都會遵循古法 舉辦駐售典禮 我們保養宮建廟資金已經有30多年了 我們的主持是 燕南山的燕南祖師說 今天是他的聖誕 在這裡民意代表一些證明 我們的村民都可以來這裡祝福 常愧祖師聖誕千秋 縣議員許素霞也前來參與祝壽典禮 許議員感謝宮廟人員用心管理 讓前來的信眾能有一個整潔舒適的場所 也歡迎民眾前來參拜 今天很方便來參加 我們六郭鄉空雲川保養宮的祖師公的聖誕千秋 也非常感謝老主委今天帥了我們全部的社會委員 以及我們在地的社會信眾 來跟現場用我們鼓勵的方式 來跟祖師公做一個祝壽的典禮 現場非常的隆重 也有非常努力 在這裡也非常感謝老主委 登記以來為我們保養宮的付出 讓我們來的我們在地的社會民眾 在這裡是說來的我們的信眾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環境來祖師公來做個祈壽的拜拜 在這裡也歡迎我們這些好朋友 如果有時間經過我們空雲川 不要忘記 來保養宮祖師公來做個拜拜 先議員吳瑞芳也到場參與典禮 為祖師爺祝壽 吳議員也向祖師爺祈求 保佑地方一切順利平安 今天我們就說保養宮 今天是祖師公的聖誕前秋 今天我們的主委 大家這裡的團隊 你覺得都很真正的用心 今天我們立委 還有每位代表 都來這裡祖師公來祝壽 祖師公可以保佑我們大家的信眾 可以都來合家平安順序 國台平安 風調雨順 議長何聖峰 敬祝慚慚祖師聖誕千秋 期許陸骨香在慚慚祖師的保佑之下 一切封條與順 國台民安 記者盧宇凱 陸骨採訪報導